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17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 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中南海上面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反對聲音 就是反對習近平 全面倒向俄羅斯 怕中國 整個國家的經濟 以及在國際地位 一落千丈 以及被俄羅斯徹底消耗了他的國力 我們看到 現在最新的說法 就是來自外國的媒體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在15日 以中國經濟活動收縮 暴露了習近平權力裂痕 為標題 發表了暴動 提到 現在中國裏面 他的權力出現了裂痕 而是有人 是要挑戰習近平 連任 這個地位 那麼 經濟衰退 這個大陸的疫症大爆發 也有種種的問題 顯示了習近平 是一個極為無能的一個領袖 他可以說搞什麼 搞一帶一路 搞到現在全部爛尾 亞投行沒有了道 他跟俄羅斯的結盟關係 令到中共現在陷入全世界的反對漩渦 他有機會 跟俄羅斯陪葬 我們 去年 其實獨家報導過 當時的中共有一個元老 叫做宋平 去年其實104歲 他應該是現在中共最老之力的元老 跟鄧小平年代 當時他已經在了 他就是 六四之後 他的權力更加上升 過百歲的元老 還在生的 沒有多少個 應該只剩下宋平 當時我 收到上面的消息就是 他一個人 由於他的否決 而習近平 沒有辦法在他第三份歷史決議 將他的內容 通過 最終 就要一個修修改改 沒有 迷惑十分之 符合他心意 這個內容就拿出來通過了 而當時 可以說他一個人的力量 就足以令到習近平 徹底的投降 我們這次也知道 華爾街報報導 另一個元老 朱鎔基 他 公開反對習近平 打破這個領導 這個集體的 集體的領導 以及 做十年的 不成文規定 不單只是朱鎔基 以朱鎔基為首的一班 比較著重於經濟方面的元老 當然還有一些大家族 例如陳雲家族 黃鎮家族 他們 基本上都是反對現在習近平那種經濟政策 尤其是經濟方面 他們覺得 現在的中共被習近平 搞得污煙瘴氣 而且 是不斷 跟美國越走越遠 這個才是他們很擔心的 因為 本身改革開放就是希望走美國那一套 但是現在 他不單在政治上要走回頭路 連經濟也要走回頭路 這個是黨裏面沒有人可以接受的 當時有個笑話 其實是一個段子 他就說 當時的 壽西斯鼓 打左燈 向右轉 撞車 車毀人亡 然後是戈爾巴喬夫 打右燈 向右轉 右撞車 車毀人亡 就是鄧小平 打左燈 向右轉 結果 安全到達 這句說話說得不明白 就是說 壽西斯鼓 昂林克那一套極左的 最終是車毀人亡 但是 好像要改革 要全面向 學習西方的 哥爾巴喬夫 也是車毀人亡 蘇聯搞得要解體 所以鄧小平最厲害 鄧小平 是打著紅旗 反紅旗 表面上就行社會主義制度 實際上 是美國的資本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挂羊頭賣狗肉的資本主義 不過就是由中共的一班 權貴家族控制的資本主義 其實就是中共的寡頭龍斷 但是我們看到 幾十年來 由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 跟著江澤民的掌權20年 到了胡錦濤 包括江澤民掌權20多年 胡錦濤也做了10年的傀儡 基本上是政令不出中南海 到了習近平 即使做了10年 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 整個中共的體系都是那種既得利益者 都是中共 寡頭壟斷的 權貴資本主義的 既得利益者 而習近平現在 基本上要挑戰所有人的權力 要把他們手上 所有的資產 所有的東西 搶回來 要他們清明 這些當然是反撲 即使退下權力核心的陳雲家族 李先念家族 彭真 還有 楊尚昆 李鵬家族 所有的家族其實都是受到 不同程度的傷害的 當然 下一輩的江澤民 曾慶紅 新興的家族 其實 他們把持著中國的朝政更加久 他們升遷的所有人 其實都是靠他們升遷上來的 尤其是 整個太子黨 整個紅以代 都是由這班人 去做事 現在習近平是要 將這班人的 權力 以及他們的利益 全部拿走 當然會遇到很大的反對 而這次 出到來的代表人物 就是朱鎔基 朱鎔基 一般他其實都是比較感染一點的 膽敢說話 也算是在黨裏面開明一點 不算他的兒子跟大摩的勾結之外 他相對 比較青年 除了他的兒子跟大摩勾結 收下國債的回憶 可能賺三幾百億的回憶 實際上他也沒有什麼大生意做 不及溫家寶做這個珠寶生意 做這個地產生意做得那麼大 也不及李鵬做電力生意 江澤民什麼都做 電信 地產 石油 各樣都壟斷了 也不是那回事 金融圈 保險界金融圈 朱鎔基也沒有什麼大生意做 由他出頭 反而是最令人信服的 因為 每一個人都很不乾淨 朱鎔基除了他的兒子之外相對乾淨 另外一個也比較清廉的李克強 會不會 李克強 總理退任 他說一定不做總理 但是沒有說明不做總書記 會不會 由他出來取代習近平 做總書記呢 現在外面 已經開始傳了 現在北京正圈傳了 由於 現在的 習近平的權力 膨脹很重要 唯一要 做低他的就是發動一場 政變 好像當年對付四人幫一樣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只要有100人的別動隊 控制著中南海 衝進習近平的地方 把他扣押 說 你已經被逮捕了 現在不是示標你說 你所說的話 將來也不會成為呈堂證供的 因為現在 是黨 決定要把你逮捕 那麼你 其實什麼都不用說的 你等著 就安享晚年 那麼會不會 將他租為巡盛監獄呢 我想是不會的 軟禁 他很大機會成為他十分之崇拜的一個人 華國鋒 習近平退下總書記的位置 是不是叫做江交棒心情愉快 還是 胡錦濤撫身心情獻菊花呢 也不是 可能就是 他好像 十分之崇拜的那位華國鋒 做回一個普通的黨員 安置你在中南海裡面住一輩子 你打算做皇帝 做中南海皇帝 在裡面讓你住一輩子 就在裡面軟禁他一輩子 全家都軟禁了 當然連彭麗媛 連他的姐夫 全家都軟禁了 全家都軟禁了 最穩陣了 派一支部隊看管著他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個真是未知之數 不過 我們一直以來覺得 俄國現在那麼嚴重 會不會 出現一場政變呢 現在看看 其實 普京在俄羅斯裡面對軍隊的控制 相對強過習近平 對於中解放軍的控制 因為大家都知道 習近平其實沒有當過一日兵 他只是做過耿標秘書 做了兩年那麼大把 基本上也是走過牆而已 軍裡面 毫無聲望 也沒有人服他 不是靠他的沙保兄弟將有盒頂著 誰採討他嗎 所以 他對軍隊的控制一定不及普京 所以 如果中共 現在的局勢 中共出現一場政變的機會 絕對比俄羅斯大 我分析一下 當然 會不會去到解放軍政變 武裝政變呢 我覺得其實也相對不需要 習近平控制了很多人 但是 這個世界就是 蛇無頭不下 你打蛇就打個蛇頭 抓住習近平 基本上 把他軟禁起來 所有的東西就可以即時化解了 然後習近平出來 軟禁完之後就幫他宣佈 連面也不用 報道 然後 以後 人民日報頭版只是報李克強 或者只是報 將來的接人人 然後習近平 就在公眾視線消失 大家明白了 就不用說明習近平未怨 不需要的 大家在報紙上 在人民日報 在央視 再見不到習近平的畫像 再見不到習近平的名字 就好像當年林彪一樣 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呢 當然 機會不算很大 但是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這次 我認為朱鎔基的 出道 是做爛逃脫 他已經是 發起一個訊號 就是要動習近平的訊號 這場政變搞不搞得成呢 也是要看 他們裏面 那些人的那種膽量 誰夠大膽 誰贏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是 我們一起去做爛逃脫的 這裏面 我們一起去做爛逃脫的